馬上帶你來關心 發生在新北市板橋區 日前出現了一名陽性女子 她是以超商作為她的據點 不只吃喝都依靠超商 甚至有時候她還是拿著超商的海報 來揮打電源 電源人無可忍 報警呢 趕緊報警處理 我們來聽一下警方怎麼說 跟這名陽性女街友 在店內撕毀他們的海報 並持那個海報 對店長有攻擊的動作 我們遠景獲報到場後 將該陽性女街友戴反鎖 依毀損傷害罪移送法辦 我們在此重申 絕對不容許有遊民 在轄區便利超商 有騷擾的動作行為 如果有的話 我們會依強制罪 嚴格就辦 透過我們的畫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證明陽性女子 她疑似精神是有一點不穩定 有時候她是禁止撕毀 這個超商裡的海報 並且拿著這個海報 來揮打店員 店員實在忍無可忍 於是趕緊來將她報警處理 而其實這名陽性女子 她過去的這一個月來 都是依照在這個超商 作為據點不只吃喝 都在這個依賴超商 甚至她有時候會 禁字撕毀海報 而且她有時候會 以店長的身分來自居 甚至是在店員打出 一些促銷活動的時候 她還怒罵店員說 怎麼事先都沒有告知她呢 所以店員實在是忍無可忍了 而根據瞭解這名女子 她年約是57歲 家裡原本是住在中部 可是疑似因為跟家人處不好 所以她獨自離家北上 但因為身上沒有錢 又是人身地不熟 所以她只好暫時 是先欺身在這個超商裡面 不過也因為 她做出揮打店員的行為 讓店家實在忍無可忍 於是來將她報警 依送把辦 她們給她們 贏席 她們不會喜歡 因為她們 逆跑 不過她們 不得 破壞 我 得